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大家看一部最近刚上映的动画电影 想哭的我戴上了猫的面具 故事主要讲述 一个女孩为了接近暗恋的男生变身成猫咪 究竟这个女孩能不能复获自己所爱的男生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在影片开始之前 现在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的女主名为美黛 站在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爸爸也带着另一个女人会在同居 美黛私底下总是嚷嚷着讨厌这个世界 恨不得这个世界快点毁灭 不过美黛将这一切的不幸 都隐藏在了她开朗活泼的外表下 在学校有一种实习皮笑脸 这天美黛依然对自己暗恋的男生日之初主动出击 但换来的却是日之初的冷漠和不耐烦 就算如此,美黛依然不放弃追求日之初 放学后美黛的闺蜜賴子喜欢美黛 为何那么执着喜欢日之初? 美黛回答道 在某一个夏日祭典的晚上 他们两个待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紧紧相用在一起 让美黛感觉到这个世界 似乎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 于是美黛向日之初吻了过去 但日之初对美黛仍以相待的态度 让賴子觉得美黛的幻想这就加重了 但这真的都是美黛的幻想吗? 之后美黛又回到了自己那早已厌倦的家 面对自己的后妈 美黛表现得非常的礼貌 美黛的后妈还养着一只 非常不喜欢美黛的猫咪黄豆粉 我之所以会介绍这只猫 是因为它在后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回到房间 美黛拿出了一个猫的面具 这个面具是美黛之前在夏日祭典中 从一只之称是猫店长的猫那边获得的 这副面具能让人变成猫咪体验做猫的生活 就在夏日祭典当天 日之初邂逅了猫咪形态的美黛 之前美黛向賴子说的那段经历 其实就是自己变成猫的时候发生的 在它之后 美黛就常常变成猫咪跑日之初的家玩 日之初也非常喜爱变成猫咪的美黛 在一个夜晚 猫咪形态的美黛又遇到了猫店长 猫店长看美黛似乎很享受猫咪的生活 于是便建议美黛把人练给自己 因为这样美黛就能用以猫咪的身份 待在自己喜欢人的身边 让美黛玩具了猫店长的建议 而美黛实际的计划是 变成猫咪待在日之初的身边好好收集情报 之后在人的形态接近日之初 以获取日之初的好感 这个计划看似完美 但真的就可以这样轻轻松松的进行下去吗 回到家后 后妈祖和美黛最喜欢吃的炖马铃薯 这道炒铃薯是美黛妈经常煮给美黛吃的 但是美黛吃的并不开心 他遭遇有着这个家根本不属于自己的想法 他只想快点逃离这里 想嫁给日之初 一天午休的时候 美黛听见了有几个男生正在议论自己 但美黛并不在乎 但紧接着他们开始说起了日之初的坏话 自己最喜欢的男生被说了他要请人坐以待毙 一出美黛从楼上跳了下去 不顾自己的上市还让他们受惠了对日之初的诋毁 这一切被在旁的日之初看在眼里 日之初立马带着美黛去义务室 还把自己的便当分给美黛吃 一出两人的关系似乎也因此拉近了一小步 当天下午美黛又带着猫的面具跑到日之初的家 到有地方发现日之初的家似乎有一些家庭就分 美黛得知的日之初爷爷的逃逸工作室即将关闭 原来日之初一直非常喜欢逃逸 但是他似乎没有勇气告诉家人自己想继承爷爷的工作室 夜晚日之初告诉猫群开了美黛 自己非常羡慕班上了美黛 不管什么事都可以坦然地说出来 但实际上美黛也和日之初一样 又想说却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 回家路上美黛又遇到了猫店长 猫店长像往常一样 所有美黛交出自己的人脸 永远成为猫咪 这样就能永远待在日之初的身边 美黛一如既往的拒绝了猫店长 回家家伙爸爸的后妈发现美黛常常夜晚透露出去 面对家人的关心美黛显得非常敷衍 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日之初 为鼓励陷入苦恼的日之初 美黛写了一封信导算叫给日之初 但不料就在第二天美黛要将信交给日之初的时候 心间突然被帮上调皮的男同学抢走 他在全班面前将信里的内容一字不漏的读了出来 还取消了美黛的感受 虽然原本就很烦恼的日之初很是困扰 他对美黛说出的自己不像美黛一样 能轻松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说自己讨厌美黛 非常讨厌 虽然生爱着日之初的美黛也很是难过 回家家后妈找到的美黛 后妈似乎感觉到的美黛不是正性接纳他 面对自己也总是在假笑 此时的美黛的怒气质已经达到了顶点 表示自己虽然对这个后妈不满一刀的极点 但还是尽全力在跟这个后妈和平相处 父母离婚 爸爸再婚 妈妈抛下自己 大家没有顾虑到自己的感受 美黛拿着猫面具跳窗离开了这个家 此时的美黛也不对这个世界抱有任何的希望 只想听到日之初对自己说一声 喜欢你 这边无处可去的美黛又跑到日之初的家 现在日之初满脑之前的都是美黛 原来日之初人家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美黛 而对着猫形态的美黛说出了 喜欢你 再让猫形态的美黛 我以为日之初喜欢的是猫形态的自己 于是便让美黛延伸出 如果自己是猫的话 日之初最喜欢自己的想法 就加上美黛不小心在日之初的家待了一晚 简单后猫店长找到了美黛 此时美黛告诉猫店长 自己已经厌见当人类了 就在这时 美黛的人情面具从美黛身上掉了下来 原来当美黛彻底不想当人类的时候 人脸也注意掉下来 运起来一段时间后 这里永远变成猫 就让美黛在后悔之时 华店长已经戴着面具离开了这里 画面转到学校这边 美黛的父母来到学校 请问美黛的趣向 但无奈没有任何人知道美黛在哪里 这时赖子告诉日之初 美黛在小学的时候 父母离婚 母亲也抛下了美黛 美黛因此遭受到了班上同学的排挤 但他不想让赖子也和自己一样遭受到排挤 于是便想尽量的眼离赖子 虽然大喊自己不需要朋友 不需要妈妈 更不需要任何人 但不管是谁看得出 他在逞强 美黛老师把最重要的事放在心里不说出口 命对任何人都是在装剑墙 装没事 画面转到家中 美黛本想默默向这个家道别 就发现自己的亲生母亲找到家中 谴责这个做后妈的没有看好美黛 于是乎两人只这样打了起来 这时美黛又来到日之初的家 见日之初回来后又跑出去 于是美黛也就跟了上去 他发现日之初一直在寻找自己 日之初告诉猫形态的美黛 自己一直很害怕美黛知道自己 其实是一个很普通和无名小卒 日之初很后悔对美黛说出很过分的话 想跟美黛道歉 这时美黛有很多话想跟日之初说 但无奈自己变成了猫 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 就在这时 美黛发现既已然听不懂人类的语言 自己正建议变成一只真正的猫了 这一天一个和美黛长了一模一样的人出现在的学校 估计你也猜到了 这个美黛其实就是美黛后妈养的猫 黄豆粉 美黛找到了黄豆粉 让黄豆粉把人情面积还给自己 但黄豆粉表示自己是美黛后妈从小养大的 他知道自己密不久已会能霸达美黛后妈 他向猫店长埋下了美黛的人情面具 而黄豆粉和猫店长做了交易 自己会和猫店长平分美黛的寿命 为了变回人类 美黛必须找到猫店长 黄豆粉也好心地告诉美黛 猫店长平时都在猫岛 只不真正变成猫才能到达猫岛 此时猫店长突然蹦出来告诉美黛 在今晚的夏季庆典中 美黛就会变成一只真正的猫 美黛看着猫店长渐渐走向另一端 于是也跟着桥走了过去 而桥的另一端正式猫岛 画面回来美黛家中 黄豆粉发现自己的主人 因为自己失踪非常的难过 虽然黄豆粉安慰了他 但他发现他们之间的感情 不是换了个身份就能被取代的 于是想开始等黄豆粉找来了日之初 他告诉了日之初面具的秘密 黄豆粉表示自己无法以美黛的身份取代黄豆粉 因为他低估了主人对自己的爱 所以他现在很后悔 想恢复黄豆粉的身份 于是黄豆粉带着日之初来到猫岛寻找美黛 想救出美黛只能趁今晚的夏季庆典结束之前 不然庆典结束后 猫岛上的神木便会甦醒 神木的力量会让人类永远变成猫 这边美黛的猫岛到处走都没有见到猫店长的身影 同时一位猫大叔认出的美黛是半人半猫 猫大叔将美黛带到人猫屋 屋里的各位都曾经是人类 大家要是为了逃避现实一些希望面对的问题而躲到这里 但美黛不同 美黛还有恢复的机会 还有想要向其他人传达的信息 这边黄豆粉的日志出来到了猫店长的据点 黄豆粉随手拿了一个猫面具让日志出能看到猫岛的一切 此时猫店长出现 为了获得美黛一半的寿命 隐险的猫店长将黄豆粉的日志出关在这里 打算等到美黛彻底变成猫 于是猫店长立刻找到了美黛 高知的美黛自己已将日志出的黄豆粉关了起来 来到这一次为了让美黛即刻变成真正的猫 这样他就能获得美黛一半的寿命 在旁的前辈们见状全能攻向猫店长 并带着美黛到猫店长的据点揪下日志出 此时黄豆粉将美黛的面具脱下 但奇怪的是 美黛就算戴上了面具也恢复不了人的身份 只是猫店长突然出现将美黛给拐走 日志出等人也立刻追得过去 据黄豆粉的话所说 美黛之所以遍不回人类 是因为美黛的内心深处仍然认为 变合人类只会给自己带来痛苦的折磨 而现在能改变美黛的想法就只有日志出了 猫店长告诉美黛 只要神魔一出行 不仅美黛 就连带着猫面具的日志出也会一并有眼变成猫 听到这里美黛奋力抵抗 成功甩开了猫店长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真躲猫猫游戏 此时日志出发现了美黛 于是便奋不顾身的跳了下去 带着美黛逃跑 当然无奈我有神力 你们没有 猫店长即刻将两人带到了神木旁 眼看神木就要苏醒 日志出随之和猫店长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但就算这样神木还是苏醒了 猫店长抽出了美黛一半的寿命 为不让猫店长获得美黛的寿命 日志出奋力出手诛是猫店长 在旁边的美黛看着这一切 意识到这全都是自己的错 一直以来身边都有着关心自己的人 可自己却一直将他们的关心排斥在外 从未告诉他们自己真正的感受 他想回去 他想变回人类 他想报答家人对自己的关心 及日志出对自己的感情 这时人猫无我各位都抵达前线拖住猫店长 美黛也随之取回了自己的寿命 此时美黛的日志出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的喜欢之情 都说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美黛也成功变回了人类 就这样两人成功在一起 完结傻话啊 副主大致也就告一段落 在结尾的部分 黄豆粉人和主人重逢 美黛因为这次的时间 更加珍惜自己的家人 日志出则是向家人说出了自己想成为一套一家的想法 这边我来说下我对这部作品的小小感受 总的来说就是一部很有感情的动画 运出美黛也越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 因此戴上了帽子的面具来隐藏自己 但实际上对美黛来说 笑容才是他最早的面具 美黛经历了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他要总是逼迫自己坚强 而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终于让美黛对他人传开心扉 开始感受到他人对自己的关心 这一点就能让我们感受到角色的成长很明显 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那我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我以及点赞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我是阿兰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